大家好,今天12月22号 今天周末,那当然 美国的耶诞节 即将来临 那外资呢 休假 当然 接下来在下个礼拜的行情 这个量能呢 那也是差不多 我想在最近的一个磐势 我跟各位讲得非常清楚 量能没有失控 你就不用担心 个股轮展的行情 你只要掌握对 那个节奏 你一定要 你一定呢 在这个市场 还是 一个赢家 我想前天美国股市的一个沙尾盘 大家都很担心 但是呢 我跟各位讲说 那只是美国的一个 因为 持续的上历史新高 太热的话 那也要降温嘛 你说人家赚钱的 那这个地方获利了解 这也是很正常 所以呢 我叫各位 真的不用 太担心 台湾股市 这个地方 我也跟各位讲得很清楚 没有跌破月线 你根本不用担心 昨天各位 拿到月线的缩角 今天继续往上涨 今天又涨回了 52点 那有时候你在 这里随着盘势 那起起伏伏 说真的 你的操作 这样 各位真的太辛苦了 投资朋友 你这样做 太辛苦了 尤其现在 轮动速度 真的非常快 你说真的 你现在要做茶参的人 你脚手不满 你真的贪不钱 但是 老师呢 不管在坡端 在 短坡 短线的操作 那我们也多是 持续的验证给各位看 股票呢 真的不用 跳来跳去 我也跟各位讲 寒硬股 那货会呢 三雄 这是一个主轴 当然长多了 开始有人说 那以后呢 那会不会能换到 航空 变成空运 我不以置评 但是 这波拉上来的 当然就是 长龙育民 杨敏 各位 今天呢 育民呢 他还是 牙免的还是涨了 3.79% 但是 电子股 有没有涨的 当然有啊 我最近跟各位讲说 你也不用去说生计涨 那你追生计 钢铁涨 你追钢铁 航印涨 你去追航印 我现在真正的主轴 在电子股里面 你只要抓住了那个 长期的一个趋势主流 即使让你赔钱真的各位 也赔不到哪里 那前两天美光大涨 美光呢各位 昨天盘后也大涨 那昨天 昨天呢 收盘呢 涨了8 8.6% 那不想 我们跟各位讲说 有些股票回到 夜线 因为之前涨多 那这一波回到夜线 它是一个最好的买点 你看我们帮各位点到的安果 今天 那也是创新高拉涨停板 那我们所上的 好像安心转也好 软实力多次回到 夜线就马上 弹身上去 一点都不犹豫各位 所以你要怎么做 那才是最重要 所以呢 你不能说这个地方 然后看哪里长 就追 追长哪里 你一定要去锁定 因为明年绝对有那种翻转 翻转的一个产业 那这个产业我已经很肯定的告诉各位 那就是在AI的一个族群 但是呢在AI里面我相信现在很多人都想要去卡 你看到宏达电也开始在喊了 所以 这一块 兵家 必争之地 但是谁 最有资格 最有能力 各位 这个你要挑选出来 不是 人家喊的 人家喊的 那你就认为说他 很厉害 我现在跟各位讲说 操作 一定要看 天眼所看到的 那是摸得到 各位看得到 有些股票是喊 但是喊的话 股价或许会涨 但是各位 他会涨多远 他会涨多远 各位 我相信呢 这个产业趋势也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我想 股价为什么会涨 其实很多原因 最近 你看到有些涨上来的 步伐都是在一些比较低基期的个股 但是一些产业的比较重要的 未来的趋势很明朗的 即使股价涨多拉回来 但是那个切入点你要切对 你还是一样可以赚钱 那你不用去 投机 像生计股 像恒大 说真的 你买买不到 等你买到 那我相信又躺在地上 又躺在地上 所以美国股市在昨天各位 那是不是又涨回了322点 但是 美股的一个左向到现在 其实他并没有 没有说 他有绝对的风险 各位你看到 这条叫做十字线他一直 以来 都没有在跌破 从低档这 一直以来 都没有跌破 这个是美股 这个就是美股 那如果说真的未来呢 跌破 那这个月线没有撑住 那这里可能会比较深一点 但是现在还没有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 所以你要不要担心 但是会不会有 那一天 一定会有 但是 我认为 不是现在 台股来讲 其实 法人 集团 他做账 或是呢 代操基金 他要结账 那这个都是 必然的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在明年 第一季的行情 那你要如何掌掌掌握吗 如果现在你还在看指数 那很多股票我相信你还是一样一路错过 你本来 可以掌握到 这一波拉回最好的一个 切入点 但是你就是因为太在意 在意的指数的涨涨跌跌 因为我知道你现在所看到的 你看得到 大家都看得到 那指数在高档没错 指数是在高档 我没有跟你讲说指数现在是在低档啊各位 但是 你要去 思考的方向很多 方向很多 联准会现在已经 三次停止升息 那明年会不会呢 降息 我认为会 但是会不会很快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 如果说 鸽派当然 他说很很快就会升 鹰派呢他说 这个地方不会让他太快升 但是 种种的迹象各位 如果说真的你不降息 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指标 那的确通膨已经降 已经降了 那台湾当然是跟着 美股在走 所以呢 在 半导体也好 就像最近我跟各位讲的 低论的 像美光也好 那这个都是可以观察的指标啊 那 那超委最近也跟你讲啊 对不对 AI呢 订单接不完 真的接不完 所以这个都是在在的跟各位去透露说 明年 产业的一个讯息 但是我们在操作股票也不是说 那看好就一路看好嘛 也有休息的时候 那股价也有回档的时候 但是你要在哪一个时机点 你要卖股票 那是很重要 现在大家最担心的就是 外资 外资呢 那其后的空单 17000多口 会不会有风险啊 但是各位你要去考量 他从11月份到现在 已经买了3000多余的现后 如果说真的他要卖现后 也要等他休假完 那现在 棒子交给内资 我相信 最近很多股票的一个操盘的说法 那这个绝对是 内资呢 他所做出来的 所以今天 各位你看到在你们 昨天那么恐慌当中他还是开高 还是开高 那尾盘 稍稍跌回来 因为有人呢可能 进行比较不足的 他卖股票 但是没有关系啊 你卖弱势的这个可以理解 但是强势的股票 我想呢 你不但不能杀低 你反而呢 你逢低要买 其实 最近跟各位所 我说有一些强势股有没有 回到这条叫做月线 有没有 那 那整理完之后你看 一拉 那今天也是拉了涨停板 617的银管 那是 前一波 非常强的股票 安国一样啊 我在前天没有跟各位讲回到月线 是不是也回到月线 但是你看到他整理完了之后 他今天创新高也是拉涨停板 见准 各位这个已经整理这么久 说基起低 这个是基起低的股票 我们不管说他 基本面如何的变化 因为水冷散热我之前跟各位讲 未来也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 这个方向 那今天也是跳空 各位 也是拉了涨停板 而且爆了一根 三万多张的大量 这个底部 拉起来出量 好不好 我想呢各位 底部出量当然是好 当然是好 但是 你有没有办法去掌握到 这个机会点 就像说音乐达一样 之前呢 他也是整理 一段之后 他力都出来 他自制的AI晶片 各位 我想这个是产业趋势 那音乐达我讲过了 他AI晶片包括呢 AI伺服器 AIPC 我相信各位 那这个都是他未来的 主工的产品 但是我现在不是要跟各位讲 之前呢 之前呢 你看到说广达呢 技嘉伟创 为什么他们没办法 没办法这样 一路大涨 是因为前一波 他涨太多了 而且呢 在整个筹码的一个部分 我讲过 这也需要 很 长的一段时间 去做一个什么 去个消化 所以他们不是不会涨 这么久了各位 你看到投信卖了多少啊 但是投信总有卖完的时候嘛 所以呢我跟各位讲说股票 有时候呢是等来的 是等来的 我像音乐达 消息出来跳空两根 你有跟上吗 我想你买不到啦 你买 连买都买不到 但是 等你买到的时候他就给你杀 那这一根呢 各位 快40万张的大量 你看到有多少人套在这里 去追 他就是要把你洗出来 各位啊 但是呢 为什么我敢在这一天买 为什么 我想除了刚才跟各位讲的 他跟西里一样有双重的 这样的一个 产业的身份 那技术面 他告诉我 这个就是一个机会点 我们什么都不要讲 我在这个地方买 他只要 这一根把它吃掉 各位 那我也是赚了 两根停板嘛 也是两层啊 不是吗 但是你们就是因为这机在这里 你惹到 你不敢买 因为 有些人跟你说 那是套劳 筹码 那根大量很危险 是这样吗 我用一个呢 比较 比较呢 简单的方式 让各位去看 有时候呢 一关唱零乘客来 老子民 有时候呢懂跟不懂会差很多 我只是 我不要跟你讲什么量价关系 各位 如果我要在这个节目上跟各位讲量价的关系的话 那真的是非常的复杂 而且 讲很久而且你们也听不懂 我想我以前在签台湾省 行为 演讲 20几年前 我几乎都是在宝来 日圣 这些呢 以前的大的券商 我相信呢 各位 我在讲座里面 其实 一方面是在行为演讲 但是我都是在教技术分析 认识我的 我相信你也学了很多了 但是我都是用的很简单 很简单 我只是告诉你说 你不要跟我讲说 那爆量什么 量收 量收就是买点 爆量就是卖点 各位 那这是很 很表面的东西 你没有深奥的去 剖析 你真的各位 有时候你真的会误判 误判 那有时候坐线 你不知道 那你跳进去 你更危险 我就单单问你 这里是低点 这里是低点 还是高点 我只是问你这样 这里是低点还是高点 各位 这里是低点 高点 如果你说这里是低点 好 那这是不是底部爆量 各位 是不是底部爆量 那就跟建筑一样嘛 那今天 爆了 三四万张的量 那是他第一根 各位 那你说他 结束了吗 我是在问你这个道理 那这一根 那有没有比这一根更大 你去比看看 这一根量有没有比这一根量大 那你去比看看 是我老大还是你老大 就这样就好了 你跟我讲那么多 说真的 也听不懂 所以我只是告诉你说 买在一个对的点 真的要输也难 那即使说 那我赚不到 他来到这个位置 我卖掉 我还是赔不到大钱 但是呢 这一根上去了 我说我就是 你只要创新高 我就赚两成 就是这个道理嘛 所以做股票 何必呢 你这个地方看哪里 涨就哪里 去追 东追西追 那追到最后 各位我请问你 你有赚钱吗 如果你这样追有赚钱 那我股你也去追嘛 但是赚不到钱 你是不是要 冷静下来 你真的要冷静下来 有时候呢 慢慢赚 也不一定会输给 那一种呢 暂停版的 有些老师 他反正就是在节目上表演 因为我看太多了 他就是拿 每天的前十档 二十档 涨停版的 那每天讲过一轮嘛 涨停是他的嘛 如果明天硬气好再上去我就赚两根嘛 但是会有没有买我不知道 有的或许有买 但是买得到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买得到买不到 反正可以讲 那他 就可以说会员嘛 但是 洪老师我不一样 我要的就是 各位 你要一个正确的观念 你看我节目 当然 我重点还是会给你 昨天 大家不知道美股在杀什么 但是我已经告诉各位了 一方面当然是获利了结 卖压短线人家获利赚钱 那要过年了 那卖股票就很正常嘛 零期前 因为 他的行使前只剩一天 但是总不能说集中到昨天晚上卖啊 所以人家前一天 就就先 出来了嘛 那这很正常啊 那你们就吓得要死昨天你看到 闪路呢 那把股票都杀光了 所以 各位 操作呢 一定要懂 一定要懂 不是 每次呢 事后呢 再来路没有用 今天系列有没有在创播段新高 各位你自己去看 我现在你看我节目 或是呢 我的家族成年到今天为止 哪一个人 有赔到钱 这才是最重要嘛 那我一定要去买 洋民 我一定要买玉民 也不一定啊 因为我从 290这一路上来 我说400块以下加码 昨天412 我转线操作 那今天各位来到了452 那你说 他赚不到钱吗 如果 从这里跟我抱上来 第一批 我的家族成年从290到452 是赚了162 162块 我们以最高点去算 但是这个高点还会再过来 因为昨天三大法人 各位都买 都买 口信之前一路卖 他现在也回来买了 但是我只是要告诉你 谁赚得多 到最后 才知道嘛 那不是现在 每天在喊 我涨停板又怎样 我今天大赚又怎样 各位 那这个我每天讲 那你赚不到 这个就跟 洪老师没有关系了 这只是 只是各位 你们没有信心去报一档股票 但是 懂 你就懂得知道要怎么 怎么报 那最近也跟你讲了一个观念 趋势向下 上来你要卖 向上拉回来买 那也跟你讲说美光 对不对 最近呢 第一轮的景气开始上来 那跟你讲安国的例子 我想这个都是 我们事先跟各位讲 那AI未来 这个机会 还很大 好像软实力这个都是 这一波你没赚到拉回来 到月线就开始弹 月线都开始弹 有没有 安心赚也是一样 今天盘中大涨的7% 但是我跟你讲 趋势没有改变 所以这个观念是不是很重要 所以呢 你观念 你一定要正确 你在这个市场里面你才能够赚大钱 但是有时候操作股票你的格局要大 你看最近很多人喜欢去当冲的有让你赚到吗 你有比快打部队 他手脚快吗 你有比那种 伏击队 他的动作快吗 如果没有各位 每天呢 一开高你追 那你看到 那开高走低 尾盘你又要把他杀掉 那有的人在尾盘里面杀掉买回来 隔天他又冲一次 冲算了很高兴 但是各位你什么都没有 你什么都没有 达发 后五长龙 那明年的机会在哪里 联发 最近的我跟各位讲 他在长期下降这里会整理 会整理 但是如果联发科 他真的去突破1000块的时候 那达发会不会能跟上去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各位 那我只是跟你讲 当股票你要如何的 操作 你要怎么报 才能够一路大赚 那音乐达 我在12月20号 是不是跟你讲是买点 不是卖点 我相信各位今天 半年线站上了 那这一根 他只要这一根再站上去 我说 那我的家属成员 那是不是呢 又可以赚个两成 但是如果他过强 当然 我继续报 搞不好又继续钻 这个操作 但是有些股票 各位你看到 他底部刚刚突破拉回来的 那这个是不是一个机会 而且指标 都已经落底了 我只是告诉各位 真的不要 然后呢 在轮动的时候 然后随便的去追高 然后杀低 你只要锁定两行股票 用时间去换取空间 都还没有涨 不知道他涨的快涨的慢 但是他慢涨 他也可以涨一大段 快涨也是涨一大段 那有时候各位 那你就是让他慢涨也没关系 但是快涨的话 你一次 也快赚到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 那大盘呢 我认为下个礼拜开始 因为外资休加 所以成交量 都还是在3000以上加 那以外呢 2000点这里 还是一样持续会震荡 还是持续会震荡 所以 个股 他重于指数 我现在下个礼拜很简单的 但是有一些 激起高的股票 你要特别小心 法人会不会有作涨 的一个卖压 所以前股呢 非常重要 你想要了解 打23923988 Lite 加进来 我相信 我们 在里面 点到的一些个股 最近呢 他也是 涨势呢 非常凌厉 有任何需要 洪老师 很乐意的帮助各位 Lite 加进来 下礼拜 我们一起 来迎接呢 最好赚的 一段行情 下礼拜 同学前再会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付投资 哈啰 大家好 我现在就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 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 这个 订阅你才做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 对 真的 那有sense了吧 拜拜 拜拜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按赞 订阅 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